中方援助湯家的教員物資陸續運往當地 減放軍兩架運20飛機將30多噸應急和災後重建物資 包括食品、飲用水、淨水器、帳篷、截碟床 個人防護裝備和無線電通訊設備等 運往湯家首都老庫阿樂法 應對火山噴法造成的嚴重災害 兩艘飛機完成任務後昨天回到中國 兩派超過60噸救援物資 包括食水和糧食陸續運到廣州南沙港 預料星期一秦海路運往湯家 下個月初送到當地 海軍亦將協助運送重建物資到湯家 位於老庫阿樂法以北大約65公里的紅鴨蝦 阿柏伊島海底火山 今個月爆發並觸犯海嘯 造成多人死傷 土地和水源被火山灰污染 內地官方《中國日報》引述消息報道 有美國反華勢力以同用錢收買參加北京冬奧的運動員 以消極作菜等方式干擾和破壞北京冬奧 美國諸華大使館否認 北京冬奧進入倒數階段 各國運動員和代表先後抵達 包括美國的代表團 內地官方《中國日報》的英文版日傳引述消息人士報道 說美國的反華勢力制定計劃 用錢收買來華參賽的多國運動員 表達對中國的不滿、消極甚至拒絕作菜 報道說美方除了提供大壓補償之外 也承諾動員全球資源 保護消極作菜運動員的個人聲譽 這個消息人士批評有關計劃 是美國反華勢力試圖將運動政治化 惡意干擾破壞北京冬奧的有一例證 路透社引述《中國外交部》一個發言人說 有關報道暴露了美國一些人破壞北京冬奧的意圖 對用錢收買運動員為賽事製造麻煩予以嚴厲譴責 說有關意圖注定失敗 美國駐華大使館發言人否認有關報道 說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協調參與奧運 強調美國運動員有言論自由 這樣符合奧林匹克精神和憲章 美國以人權為由 早前宣布外交抵制北京東奧和東殘奧 不派官方代表出席 澳洲、英國、加拿大等也跟隨 中方批評是政治操弄 武仙電視記者楊潔儀報導 解放軍駐港部隊第一次在中區軍用碼頭 舉行升國旗儀式 儀式在清晨舉行 由78個駐港部隊三軍儀仗隊員組成的護旗方隊 會為國旗走出中環營區 穿過天馬公園 走入中區軍用碼頭 駐港部隊領導機關和陸海空三軍近300個官兵代表 第一次在中區軍用碼頭舉行升國旗儀式 向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全國人民拜年 新華社報導 儀式充分展示駐軍官兵威武文明的形象 充分彰顯這支光榮部隊勞記初心使命 堅決貫徹一國兩制偉大方針 和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的決心意志 特區政府在前年9月將中區軍用碼頭交給駐香港部隊管理使用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慧平發表講話 向全國拜年提及香港實現郵亂傳字 國務院星期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春節團拜 習慧平代表中央政府和國務院向全國國族、港澳台以及海外僑胞拜年 他在會上表示 過去一年 黨和國家事業取得顯著的成就 包括在19屆陸中全會上作出第三個歷史決議 如其打贏脫貧攻堅戰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 在港台事務上 香港實現郵亂傳字 反毒速統 鬥爭不斷加強 在經濟發展 防疫 生態 國防和軍隊建設上 持續推進建設 為十四五實現良好開局 習近平強調 未來要圍繞明確奮鬥目標 令人民團結 大年初四上演的北京冬奧開幕式 將不再強調人海戰術 而以簡約為主 幕後團隊亦會將中國原創的數碼科技 結合東方傳統 表達出獨特美學 北京冬奧開幕式在鳥巢進行第三次彩排 曾經跟總導演張藝謀多次合作的視覺特效總監 王志勾形容 今屆的開幕式會是中國數碼美學的一次飛揚 王志勾解釋 每個部分既要有層次 亦要有份量感 為求完美 團隊百多個成員 在三年多以來 反覆打磨每一個細節 希望在演出的時候 獲得全世界的掌聲 隨著各地的代表隊陸續抵達北京 當局預計在未來幾天 相關的陽性個案將會達到高峰 而在剛剛過去的星期六 857個入境的涉澳人員 23個人檢測福檢陽性 包括13個運動員和徐隊的官員 而在閉環內就有11個人福檢陽性 3個人是運動員和徐隊的官員 無線電視機在中卓希報導 內地新增54宗新冠病毒本土病例 集中在北京和浙江 北京當局說 自月中以來 已經累計六得過百宗個案 大Delta變種病毒 北京多20宗確診 包括多名風險管控人員 當中14人屬於西南郊冷藏庫感染群組 連日有人確診的風台區 三處被列入高風險地區 至於鄰近北京東澳村的安征里兆區 所有居民需要足不出戶 另一疫情較多的浙江 杭州新增19宗個案 其中5人曾經帶同子女 到一間嬰兒用品專門店洗澡 那間店已被列為高風險地區 市民政局亦通報 疫情期間 喪禮要重簡 送殯儀式最多10人出席 去年南京六口機場爆發的疫情蔓延至五省九地 江蘇幾位部門通報 負責管理的東部機場集團 4名負責人涉嫌防疫失職 被開除黨籍及公職 內地加強管控銀行帳戶 3月起 個人存取5萬元人民幣以上 需要登記資金來源及用途 銀行、銀保監及中證監日前表示 為了完善反洗錢監管機制 並提升對洗錢及涉及恐怖活動融資的防範能力 要求金融機構加強調查企業及個人帳戶的身份資料及交易紀錄 貴金屬買賣、金融、產品交易、金額超過5萬元 境內轉賬超過50萬 或境外轉賬20萬以上 將會被重點監管 當局有要求金融機構對高風險客戶作實地查訪及監測分析 國家教育部正是審批的香港科技大學廣州計劃9月開學 廣州科大與香港科大沒有重屬關係 但兩校的資源共享 記者張詠欣和後任校長談過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位於廣州南沙區 佔地大約111公頃 是香港科大的兩倍 輪近高鐵興盛站 由深圳坐高鐵前往 大約20分鐘就到 廣州市在2017年正式提出來 請我們港科大去廣州辦學 也覺得這是我們港科大機會 剛才大灣區也開始崛起 所以是一拍即合吧 要蓋更多研究大樓 宿舍基本上空間是沒有的 學校很多想做的事情 事實上因為受到資源的限制 就很難再往前更快地發展 廣州科大說 他們和香港科大兩校法人獨立 財務獨立 兩校平等 沒有總部分部之分 實行互併制度 教師可以在另外一間學校兼任教職 共同指導學生開展研究 學生可以修兩邊的課 課程都是在廣州校園開的課 跟香港校園開的課 另外一邊都可以修的 在香港有的大型設備 我在廣州不買了 廣州買一些香港沒有的 大型研究設備 所以兩邊研究設備 對兩邊的老師學生是開放的 這是我們希望一加一大於二吧 以更大的空間更大的平台 來做更尖端的科研 廣州科大不會重疊香港校園 已經提供的學科 採用書榴 學域 而非傳統圓系的學術組織架構 重點發展交叉學科 以相互補足 例如社會書榴下 有金融科技 城市治理和設計等的學域 我們教學生都是解答問題為主 老師在上面寫黑板白板 我們下面來抄教你怎麼解決問題 那我們到廣州去 我們所有的老師要重新教他 怎麼去上課 才能訓練學生有主動學習能力 這是我想這將來是應該是 我們應該是不敢全世界 在國內我們是應該帶頭作用的 改變學生教學學習的方法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開辦初期 先招收研究生 視情況開展本科 目標達到1萬名在校生規模 學校也展開全球招聘 計劃開學前招聘大約150名教師 籌建中的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預計今年中落成9月開學 無線電視珠 廣州記者 張詠欣報導